GameStop是一家美国的电子游戏零售商 在实体连锁店出售电子游戏 疫情期间遭到沉重打击 这也使很多大金融机构看衰这家公司的股票 因此采取了做空策略以谋取利润 然而GameStop的股价从1月12号到27号 疯狂上涨了1642% 使做空该股票的大金融机构损失惨重 其中梅尔文资本聚报损失20亿美元 这背后的原因是一些个人投资者 在Reddit网络论坛上组织起来 集体买入GameStop的股票 促使其价格飙升 让那些做空的大机构如意算盘落空 有分析认为这反映了年轻美国散户 和华尔街传统机构之间的冲突 也有分析指出 这种现象背后的几重因素值得注意 那如果这个公司这些经营上的问题不解决 它的股票即使被吹捧上去了 那这个散户呢 它们有可能被套牢 最后呢可能还是会有所损失 还有点呢可能很多人认为啊 说这些华尔街这些空投都损失惨重啊 它们就一学不振了啊 那么之类的 不是这样 在期货市场啊 有做空投就有人做多投 所以做空投这些受到损失的话呢 这次事件引起了美国监管机构的注意 白宫发言人周四表示 当局正在密切监察股票市场的情况 业界人士称 这种投资只是散户的自发行动 还是背后有其他大型资本推动 会使证监局调查的方向 处在这次舆论中心的网络平台Reddit表示 该公司禁止协助非法交易 将配合正当的执法调查或行动 周四线上一些股票交易平台 以极端波动为由 暂停了GameStop的股票交易 使其股价大幅回跌 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 不受财团、政党影响、真实感言 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两岸议题 或者想要欲角欲乐、丰富人生 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 订报专线 0800-566-688 2.027- các张 833-566-688-566 令塔 5周四线ём 1470-566-688-888-788-388-888 neurological